拜登目前在追美國失落的20年 我快講 全世界最先進的製程 在2011年以前 全世界最先進的製程在美國 在以色列 2011年各位還記得2008年 全世界的金融海嘯 然後呢那時候台積電決定 要一口氣彎道超車 所以他做了一個大決定 他們說所有的業務出去拉 把所有的產能全部都拉回來 那個時候當張中謀下這個決定的時候 整個台積電在顫抖 為什麼在顫抖呢 我們做得出來嗎 然後呢警惕不好耶 然後張中謀董事長說去 然後叫技術人員拼命的開 然後拼命的開的時候呢 2011年台灣的台積電 特別是在台南 那個台南的六場 把全世界嚇到了 為什麼呢 台積電一口氣 把整個金融代工 拉到所謂的戰備級 然後戰備級完之後 這一場戰爭 從此大家只能夠看著 台積電的車尾燈 為什麼呢 台積電到目前 四座的12寸場 四座的8寸場 一座的一個6寸場 產能佔全世界 接近50% 而拜登這個時候知道 事情不好了 各位還記得雷蒙多吧 雷蒙多每次出來都說 哎呀這麼多的金援 讓台灣做好危險啊 然後每次講完之後 拜託台灣一定要賣晶片 首先要供給所謂的美國 然後中間還做了晶片法案 不准把晶片賣給中國 那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是最高科技嘛 那這個最高科技 你一定要買一個保險 什麼叫買保險呢 目前以整個拜登來說 拜登在桌上擺了 550億美金 誰來誰就拿 各位誰來誰就拿 但其實他開出了這個標 目前全世界只有四家公司去拿嘛 誰去拿呢 台積電去拿了 三星去拿了 英特爾去拿了 美光開了一間 不過你要拿要有本事啊 沒有錯你要有本事嘛 所以呢對於第一個 拜登花了這麼多錢 這兩萬片 第一個是對美國內部有交代嘛 什麼叫對美國內部有交代呢 兩萬片說多不多說少不少 但是美國未來的高科技 國防等等的衛星 我們到時候有個背緣哦 那現在重點就來了 這兩天開始有一個特殊的媒體 就在帶風向 哎呀你們台積電被搬光啦 機台沒啦 最好是工程師也沒啦 台積電變成美機店了 那魏哲嘉呢非常生氣哦 魏哲嘉在今天下午的五點鐘呢 直接說了 他這是用正式的聲明哦 他說掏空門都沒有 但是我們一直跟各位說過嘛 這個結構很簡單 現在都到12月了 2022年台積電目前全年的總生產晶片 大概在1550萬片到1580萬片 12月可能還有一些變卦 我就算一個最簡單的 台積電一個月做120萬片 美國做2萬片 所以美國的產量只佔 全世界產量的六十分之一 只佔百分之1.66% 美國有把整個根基給掏走嗎 沒有嘛 那美國人家花了多大的力氣呢 美國這次給台積電的補助 是四千億的台幣 給他四千億的台幣 你蓋廠 你買機台 你等等的 花了四千億的台幣 重金把他給請來嘛 那這次去之後呢 未來還會不會有工程師去呢 這個要討論 為什麼呢 因為這則訊息已經跑了很多時間了 什麼訊息呢 那時候各位還記得嗎 哎呀台灣的台積電被掏空了 台積電趕快出來嘛 就說我們台積電有五萬八千個員工 出去五百個不會傷金不動股嘛 但重點是在於這些員工過去 心中開心嗎 很多人是為了下一代 很多人是說我去亞利桑那 先說亞利桑那你只要去一次 下次你絕對不敢再去 亞利桑那鳳凰城那個地方 熱到不行 沙漠地區 夏天的溫度是45度到50度 幾乎不是人呆的 然後重點是在於說好 工程師去了 然後台灣調過去亞利桑那的呢 我們台灣的天數嘛 就給14天嘛 人家美國基本給21天啊 一來一回 他那邊新進的呢 他的休假比你多 然後呢 美國人之前就說不輪班嘛 所以在台灣的時候呢 之前的訓練團隊來台灣 據說磨合非常大 他罵台灣人 美國人罵台灣人不人道 台灣人罵美國人你知道罵什麼嗎 罵什麼巨嬰 他是一個巨大英雄 因為他長得非常高大嘛 然後呢 學習的速度快或慢 這一回事 那現在呢 美國那邊不想輪班嘛 所以發生什麼呢 他說如果你是Junior也就算了 你副理都去輪班 所以呢 現在很多的工程師未來去或不去 這個要討論哦 或者是輪調 或者是輪調 因為還是一句話嘛 為什麼台積電根要放台灣 第一個這是我們的家 這是我們的本 然後再來 其實同文同種也習慣 真的是也習慣 但最近華爾街啊 他就有說啊 台積電向美國反映六項問題嘛 包括成本很高 包括人力短缺 其實這個張宗謀董市場早就看到了 沒錯 也不需要張宗謀董市場看啊 這個其實我們就在整個勞健保啦 什麼的相對比比就知道了 所以再跟各位說一次 5奈米過去了對不對 現在做好可能是明年 或者是後年來做投產 那3奈米說會過去對不對 3奈米過去的時候是三年後開始布建 再布建完之後 搞不好那時候台灣1奈米也做出來了 你可以確定一件事情是 如果是20252奈米 應該相對來說做出來了 因為2奈米的實驗已經做好了嘛 那現在好 雙方的成本差這麼多 現在重點差在哪邊呢 現在重點是台積電已經走到哪邊了 台積電現在已經走到了未來 現在3奈米已經投產了嘛 2奈米要放哪邊呢 中科現在確定了 目前的中科二期呢 包括了園區的面積接近90公頃 然後包括了水 包括了先跟各位談哦 為了要做這個2奈米的水庫啊 你們如果去走國六 你知道現在走國六啊 旁邊都在施工對不對 那邊在挖水庫 挖水庫啊 那邊在挖全新的水庫 因為彰化他本身已經變成所謂的農工大線 而台中又要做所謂的2奈米 未來的電力都會用非常多 但台積電今天一口氣 各位剛開頭我跟各位說過嘛 2011年這個彎道超車 非常重要一件事情 給台灣所有的廠商勇氣 過去台灣人就認為 你大廠就在前面先走啊 所以呢在2010年以前全世界領先的呢 叫做美國的Intel 然後呢德國的英飛靈Infonium 那現在呢這兩個大公司呢 台積電他就說 我要趁這個彎道 一口氣把你繞過去 那繞過去真的給他繞過去了之後呢 大家突然間發現 台積電可以啊 我們也行啊 所以大家開始做什麼呢 軍火比賽 什麼叫軍火比賽 晶片製造 現在去中化對不對 為什麼大家敢做去中化 因為台灣做得出來嘛 就這麼簡單 台灣不但做得出來 而且又快 又便宜 品質又好 各位你去想想看 美國一台豬瓦特號 那個時候單單貪小便宜 用了美國的晶片 現在2500億美金掛在那邊 還不能打 只能夠做海岸巡防 各位就知道這一來一回差多少 所以我們來看聯電 聯電目前來說的話 他現在要把廠 我們一直跟各位談 聯電未來有幾個大投資 一個部分的話在新加坡 另外一部分在台灣 台灣的聯電未來的 三年會再投資1400億 然後他的成熟製程 會拉到所謂的新的 高的所謂的小晶片這一塊 利基電這一塊呢 他說了 車用晶片兩成採14奈米 8成採28奈米 成熟製程也會受惠 所以利基電也是說啊 大家不要一直看台積電 我利基電也不錯 但重點是 現在最重要的是日本企業說話 日本企業他說什麼呢 日本企業說 過去三年我們被中國人整夠了 那這日本企業是誰呢 很簡單 日氣不敢講我講 Toyota Honda Panasonic Sharp 他們怎麼樣 他們全球的零件 運來運氣的過程當中 你中國清零嘛 我鍛鍊啊 對 我鍛鍊變成什麼呢 我訂單做不出來 我訂單做不出來之後 產生的很糗的事情是 我所有的東西都做好了 插你一顆晶片 我做不出來 所以我要去中化 那去中化現在要花多少錢呢 要花五兆日元 造花 造花 為什麼要造花呢 你過去你把你 對日本人來說 花錢不是重點 對 對日本人來說 雙方之間我們穩定的 有所謂的信用式的 做生意 這才是重點 但中國現在做生意不算啊 他沒有信用啊 而且呢 偷工減料這個問題還是非常麻煩 但今天呢又出了一個大事 什麼大事 基辛格又來了 又來了 又來了 今年來第三次啊 但據我拿到的資料啦 基辛格英特爾他們 4奈米做好了 他們確定4奈米做好了 4奈米目前在以色列 在美國應該是確定可以做 那確定可以做之後 很多人說 基辛格4奈米做好了 不用怕 我們做的是3奈米 那現在呢 基辛格來台 他目前是要固裝 所以現在就出現了非常有趣的現象 美國哇真的 拜登總統帶了900個人 浩浩蕩蕩蕩的要在亞利桑那 然後呢台積電要開始來做上工了 對不對 基辛格全世界英特爾 目前是第二大的公司 來台固裝 那為什麼要固裝呢 他做的4奈米已經 讓大家等一年了 等到大家都快瘋了 那現在呢 要穩住 為什麼要穩住呢 因為未來全新的產品 全新的世代 全新的科技 但重點 這些重點都在台灣 我們要回答三個問題 第一個台積電到 亞利桑那投資 證明了台灣的重要性 到底在哪裡 對 第二個去投資 台灣就被掏空了 我們就去台積電話了 是不是有這個情形 第三個其實更深層的問題 我聽到張宗謀 他提到 現在的世界 全球化跟自由貿易 已經回不去了 對已經回不去了 這對台灣到底是有利還不利 這三個問題 其實我們值得好好來討論 沒錯 但回答三個問題 我先講兩個笑話 時間會太長 兩個笑 要講短一點 台積電去美國投資 所以 就是掏空台灣 去台化 那我今天看到網路寫得太好了 艾斯莫爾大不大 很大的公司吧 艾斯莫爾不只來台南投資 還去新北投資 難道要去荷蘭化嗎 那艾斯莫爾來台灣投資 荷蘭有沒有跳起來 還是它的影響力擴張 另外呢 你記得台積電程序去南京 設了一個我印象是 十二吋晶圓場 八吋晶圓場 那時候唱衰台灣的人是講說 這叫國際化 這叫跟世界接軌 奇怪去中國投資八吋晶圓 叫做與世界接軌 跑去亞利桑拿 叫做去台化 這到底哪一國邏輯 而拜登在裡面講說 哎呀張總謀 我現在發現 美國選舉跟台灣一樣 先看親英債 先看關係 你的太太張淑芬 我選第一屆參議員的時候 他是我的進血團隊的成員 我欠你們太多了 哎呦 對 張淑芬的關係 從他太太講起 然後呢 說這家公司來到美國投資 讓美國重新擁有製造能力的名證 也就是台積電圈投資 是美國證明自己 重回製造業的證明 創造了一萬多的就業機會 等等等等 他還當場開玩笑說 那個庫克在哪裡 他說進不在哪裡啊 你在那裡 他說 他喔 他有買這個 然後現場還要笑起來 他說他有買這個小晶片 小晶片 是你們台積電的小客戶 麻煩你們大家照顧他一下 現場哄堂大笑 你知道這個所謂的小客戶 是占了台積電營收的大概是 25%到35% 大概 26到30%左右 對 佔台積電一年營收 4052億耶 是第一大客戶 可是你知道美國的總統 用這樣子的方式 來凸顯台積電 我對你的重視 我們只是小客戶 麻煩你照顧一下 所以這證明了重要性 那重要性之後呢 那就回來要回答了 那他去投資 我們是被掏空了 除了我剛才用 用這個艾斯摩爾 來證明這種理論的荒謬以外呢 我們有幾個數據 台積電到美國這個投資之後 他投資的這一個晶圓廠之後 事實上在台灣高階晶片 一樣佔84%的產能 以人來講 工程師派了500個去 哎呀好嚴重喔好嚴重喔 我們台灣台積電派了500個工程師 去亞利桑那 那台灣就被掏空了 不好意思 我們在台灣的工程師 台積電的工程師 5萬多 5萬多人 5萬多個派500個去 你告訴我那叫掏空 1%都不到 對 產能我們台灣控制的84% 那你都不要聽我們政治人物講 我們聽台積電的總裁 魏哲家講可以吧 他的總裁說 掏空 差得遠耶 門都沒有啊 門都沒有 他把最先進的技術 2奈米 3奈米 5奈米 留在台灣 主要訂單 留在台灣 主要技術 留在台灣 主要人才 留在台灣 主要的資本 留在台灣 而在核心技術 能力 專利都留在台灣的情形下 布局美國 日本 歐洲 是讓台積電的影響力更擴大 就像可口可樂 就算在台灣生產 你不會擔心可口可樂 在台灣生產之後 就變成台灣公司了 沒有 因為配方在美國 OK 所以 這一個認為 台積電佈局全球 就是掏空台灣的人 除了是唱衰台灣以外 還證明自己的沒有嘗試 那我們回到 真正深層的問題 這個Maurice 張 張忠謀說 現在全世界這個局勢 地緣政治的加劇 所以 全球化跟自由貿易回不去了 這是一個事實 那這個事實台灣怎麼辦 在這個地緣政治 自由貿易 跟全球化回不去的情形下 有幾個趨勢要掌握 第一個 改走泡泡圈 也就是同樣理念價值的同盟 第二個 要證明自己的 強化自己的核心競爭力 世界沒有你不行 這兩件事情 那 核心泡泡圈的同盟 我們現在不正在做嗎 我們跟美國 我們到日本的熊本 甚至我可以透露 另外一家機體電路公司 是到義大利 明年春天就要開始生產了 那我們跟這個理念相近的同盟 結合在一起 核心在台灣 蜘蛛絲在同盟 全世界更加的不能沒有台灣 那除了這以外 核心競爭力 我們剛才講的 技術人才專利 這一個聚落到底是在哪裡 是在台灣 所以面對台積電 我們應該引以為榮就是 台灣人用我們的頭腦 用我們的勤儉 勤奮努力 證明了這世界沒有台灣不行 而台灣也沒有封閉起來 我們跟世界的主要的盟友 主要的市場 甚至於是主要的專利來源國 建立強而有力的關係 我們跟荷蘭 我們跟日本 我們跟美國 而台灣在這個賽局裡面 是在台面上的中心 所以如果要唱衰的話 拿別的事情 如果認為台積電去美國投資 就是去台化 台灣就不重要 要不要問一下富士康 鴻海在中國投資多少 難道郭台銘會接受 這些泛男人士講的去鴻海化 鴻海去台灣化 鴻海不再重要 跑到中國去了嗎 沒有 鴻海的總部 依然是在台灣的土城 他仍然是台灣重要的企業 郭董一樣很重要 那鴻海是如此 高科技的台積電 何嘗不是如此 所以這是一個充滿自信 面對變局 而且台灣是在這變局當中 不斷的擴張的一局賽局 我們是得利者 而且我們看這個地圖 你看包括新竹 台中台南高雄 這一些這個廠 台積電有停下來嗎 沒有耶 這個我們要頻碰一下 我先從我們台南 台南所有好吃的牛肉爐以外 我們還有這個 你知道 那他現在去那邊製三奈米 要到兩三年後才能量產 2026 但是台南的三奈米 五奈米已經生產了 三奈米已經準備量產 就是2023年就要量產了 所以有的人現在不買 這個好像幫他打翻好 不買某種iPhone 現在等下一個型號 其實在等這個 在等這個 那這個已經量產了 然後同時間 在新竹二奈米一個兆 一個兆 設置二奈米的新廠整地 整地要新建 對 新建的時候腳步沒有停 到桃園要蓋一奈米 張善政雖然燦衰 但我跟你講張善政當市長 我們還是要推動一奈米 在桃園 因為國家利益沒有分黨派的 對 所以一奈米二奈米三奈米 我們五奈米都已經在做了 對 整個核心的生產基地 都在台灣 而這控制的全世界 百分之八十四高階 晶圓晶片的生產基地 都在我們這裡 而這裡面有五萬個 台灣優秀的子弟 還有來自全球的工程師以外 我們我記得也是在 又期的節目有提過 我們的工程師還外銷到歐洲去 去他們的那個學院裡面 進行相關的開發紫光啊等等 所以台灣的能力不只是核心在台灣 我們到全世界影響的先進的製程 先進的機台 以及先進的技術 所以看這張地圖 你認為這叫掏空台灣 還是根植台灣 等昨天講出一句話之後 讓全台灣跟全世界嚇了一跳 他說什麼呢 他說我建這間公司太多了 而且一講之後 想不到台灣的國民外交這麼強 發生什麼事呢 張淑芬在五十多年前 居然曾經參加拜登第一次 二十九歲時候的參議員競選活動 所以雙方是老舊士 拜登今年都八十了 各位二十九歲是五十一年前 然後當初第一個 張淑芬曾經幫他上過班 然後再來呢 這次拜登真的走路有風了 為什麼走路有風了呢 各位還記得嗎 上個禮拜拜登跟馬克宏開會 開會到一半他就跟你說 我有五奈米了 但想不到還有另外一件事 他放在心中 他不但有五奈米 他現在未來連三奈米都有了 台積電這次投了三奈米喔 然後呢 拜登做足了面子 一開始就說 哇這個真的是還繞口令 先說喔 拜登可是一個口急的人 他還繞口令 然後還開了一個小玩笑 他跟庫克說 哎呀庫克你們家買那些晶片 我希望台積電對你們好一點 但重點是美國這個時候 走路大大有風為什麼呢 五奈米現在已經要上機了 四年後會投產三奈米 所以呢美國現在可以跟全世界說 我們不再是科技窮國 美國在過去三十年當中 從世界市占百分之三十 往下跌跌到市占剩百分之八 所有的機台一看 通通都是三十年前的 而且這次台積電 真的是下足了真金白銀 為什麼下足了真金白銀呢 第一個四百億美金折合台幣 是一兆兩千億 這個是美國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個投資 而且請各位看這個數字 三奈米的一個製程的話 目前的新廠年產片是六十萬片 一年十二個月 所以月產量算五萬片 三奈米耶 這一桶小可耶 這個幾乎是全世界 現在先進製程當中最大的一個產能 那最大的一個產能 當然迎來了一個大貴賓 面子要做夠 所以呢包括了蘋果的庫克 包括了NVIDIA 包括了AMD的蘇之鋒 他們在下面通通都拍胸脯保證 未來會採購美智的晶片 那為什麼要這麼說你知道嗎 美智晶片會比較貴嘛 美智的晶片會比較貴嘛 但想不到台積電一過去之後呢 整個地形樣貌全部都改變了 台積電不是一家公司在動啊 台積電一動 所有的台積電的弟兄 設備夥伴清洗氣體 大家通通都要過去 想不到台灣的兩大氣體公司 他們就說我們在當地早就準備好了 台積電這次可是肥水不落外人田啊 他沒有要把目前所累積下來的台積電供應鏈 讓其他的公司來賺 所以第一個台積電的供應鏈 包括了化工設備氣體清洗 大家一體都過去了 所以這個非常重要 現在這個叫做台灣對戰美國 包括了長春化工 包括了喬莉化工等等的 通通都過去掏金了喔 結果不但如此 未來有可能會在美國形成了一個 新的小臺北 為什麼會有一個新的小臺北呢 亞利桑那鳳凰城喔 地挺大 天氣的不知道的話 夏天熱冬天也會下雪喔 但那個地方的居民 大概一百三十萬人左右 過去他不像加州 也不像德州 很方便很多的商店 所以現在呢 好多人單單想到 這些工程師龐大的一個商機 各位單單去想想看 過去的新竹跟竹北 做出了多大的餐飲商機來 還有現在的台南等等的 所以呢現在呢 包括了什麼奶茶啦水餃啦 你知道讓工程師最真 每天去排隊的是什麼你知道嗎 台式麵包 台式麵包 美國式的麵包比較硬比較大 他們可能吃不習慣 台式的麵包 所以現在的台灣的餐飲業 他們也開始磨刀霍霍了 為什麼呢 他們也催了一個美國夢 成為了一個另類的一個移民啊 但現在呢 我們不得不來談一件事 其實就台灣來說 台灣還是有我們台灣的根基的 我們之前有跟各位說過 台灣在整個半導體業有四大優勢 第一個我們的高鐵南來北往是一日生活圈 所以呢工程師你就算無論如何 晚上都可以回到家 第二個我們目前很多包括了氣體 包括了特殊設備等等的 我們所有的管線不用車子在 我們通通已經地下化了 這是最重要的 其實當中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 昨天魏澤佳說的嘛 他說我們整個三十年所扎下來的根基 怎麼可能去了五百個工程師 我們台灣就被掏空呢 這個是不會的 所以呢台積電講實在話 真的是乾鐵人 真的是乾 對 但美國其實很難去掏空整個半導體的一個產能 那麼包括了磁吸的一個效應 重點是在於台灣是一站採購 通通可以完結 對 但劉德英昨天一上來喔 講得很謙卑 他說什麼呢 他一上來他先謝謝美國公司 有一句話說吧 人家說強龍不壓地頭石 劉德英上來說謝謝四十家包括了建商 包括了整個所謂的 包括了鋼鐵 包括了水泥等等的很多的公司 謝謝你們 這麼大的一間廠房幾萬坪喔 居然可以在十八個月裡面蓋好這個第一個 但後面呢劉德英亮出這把劍 讓全世界嚇一跳 好什麼劍 劉德英說我現在在想的可是一奈米啊 已經在想一奈米了 那代表二奈米現在已經開始在動了嘛 但重點是在於 這個時候大家去想到 台積電五萬八千個工作同仁 這當中他們的整個台積電的中間核心是什麼 台積電的中間核心當然是由張宗摩董市長 所做下來的那個最重要的誠實跟信義 但最重要的是對於全世界的科技公司來說 最重要是什麼呢 是技術 我們來看原來台積電真正的密 真正的法寶在這個地方 這個是台積電的新竹實驗室 哇這個圖一看下來中間是辦公室 旁邊有兩個實驗工廠 又起這兩個實驗工廠裡面幾個工程師你知道嗎 八千個八千個工程師 八千個工程師 從過去的七奈米 五奈米三奈米 二奈米目前在實驗當中 一奈米目前的實驗班子底在建立當中 整個台積電的精華就在這個地方 劉德英說這個是台灣的貝爾實驗室 但是這塊貝爾實驗室也幫台灣做下了細頓 整個美國今天看到了哇整個各位去想美國總統說 我欠這間公司太多了 各位就可以知道台灣的地位有多重要 台灣社會相當的成熟 這樣子的一個所謂的疑美論 或者說台灣會掏空論 我相信是這個不證自明 這我待會再說 因為我是外交國防委員會 我先講說這樣的場合也是外交的場合 對我怎麼說呢 第一個是拜登對張忠謀 張忠謀已經是連續好幾届 蔡英文執政以來 APEC的領袖代表 也就是台灣這個國家這個經濟體的領袖代表 都是張忠謀 所以張忠謀其實已經跟拜登 或者其他的美國總統 在APEC的場合裡面 已經多次的一起見面了 所以你看第一個 就是國家元首級的是拜登 張忠謀這個水位 第二個呢 在企業等級裡面 是庫克親自出席 劉德英 這個是代表的是說 蘋果跟他的這個供應鏈裡面的這個龍頭 都在一起出席 那外交的場合裡面 AIT的孫小雅處長 特別飛回美國跟蕭美琴同時出席 這個是大使級的 對 同時呢在部長級的裡面呢 美國的貿易部長 跟我們的國發會主委 公民心一起出席 所以大家看的 不是只有看這個門面 要看的是門那個內行的門道 就是說代表是在門裡面看到的是 這是國家跟國家之間 以及國際自由民主同盟之間 一個供應鏈的建立 你看除了亞利桑那州之外 日本的熊本也做 日本熊本做之外 英國可能也要做 英國做之外 歐洲現在也在洽談 你說澳洲未來有一定程度的合作 我也不意外 你想想看喔 美英日澳這代表什麼 最近剛好二對二對談結束啊 對 那就是以後外交 軍事 經濟 以後這些國家的同盟 就自然而然 因為台積電納入台灣 台灣以前因為 康靠一個沒有邦交 不在聯合國 江本球力人士比較貴 我們就被打在世界的 那個這樣圈圈之外 但是台灣喔 我們這個處心機率的 握心長膽的 我們把我們法治越來越清明 然後民主越來越進步 科技業發展的半世紀以上 所以您剛剛講的 我們這個島不簡單啊 台灣這個島變成的 不是軍事上的刺蝟島而已 我們是科技上 科技成分最密度最高的國家 大學都在這邊 人才技技 高職也在這邊 你從這個做高級工程師 到基礎工程師 通通都有 而且北中南都有 早期的竹科 那就不要講了 台青郊都在那邊 你看接下來南科以後 成大也變得相當的重要 你要進入到高雄 現在正是要進入高雄 我們的所謂的金融中心 我們整個相關的 這個高科技的學院 也都在高雄落腳 其實還要再爬回去百步 你看桃園也要在佈局 台中也要佈局 所以我用一個來形容好了 剛才講的乾鐵人對不對 剛才講乾鐵人 這個乾鐵人 你不要只有看到台積電 你要看到其實也是供應鏈 那個上下的供應鏈 24小時365天 從北到南 所有的人力 全部全世界密度最高 只有台灣 所以你一個亞利桑那州 你或許可以做的是 現在的這樣的一個7奈米 但問題是你就是一個 一個州 一個廠商 但那個廠商代表是一個精神上的延伸 譬如說我們台灣 這個Hack Holder 我們是一個大腦 神經中樞在台灣 而神經中樞又生長得越遠 我們長得越高 手腳越強壯 所以我們在熊本也有 在美國也有 在澳洲也有 在英國也有 可是全部最大的能量 就是神經中樞 越強越好 沒錯 那我舉另外一個例子 不要講高雄 講那竹科講高雄就好 你看高雄才剛剛進場而已 你知道誰就來了嗎 包括了這個機體電路設計 這個是翼龍 包括群聯 這是台灣的廠商 可是製造材料裡面呢 美商英特格就要進來了 德國商默克也要進來了 荷蘭商 我們看艾斯摩爾 他是做設備的 他也要進場 那其他所有國內的廠商 全部都在上面 這代表什麼 代表的是說 台灣因為擁有了一個 最完整的高科技聚落 所以你不要看到 只有我們去投資美國啊 你要看到是台灣設廠之後 全世界外商也在投資台灣 最近我有一個日本 曾經做過外交這個 這個第三把手的這個國會議員 他就跟我說 他過兩天來台灣 發表一個重要的談話 他認為七大工業國 甚至都應該不排除 一起投資台積電 然後讓台積電呢 從台灣成為神經中樞 然後所有自由民主聯盟 全部連成一器 那這樣什麼好處呢 當你中國試圖想要侵略台灣的時候 已經不是什麼台灣有事 因為我們就在隔壁嘛 是台灣有事 全世界都有事 只要跟台積電 發生關係的地方 沒有一個國家容許台灣被侵略 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容許台灣被封鎖 所以我要告訴大家是說 不是所謂我們台灣好像被套空 這是相反的 反正是台灣的這個神經中樞 無限連結到自由民主的陣營 你看剛才我們的大哥講的沒有錯 過去我們將本求力 美國是不可能設場 可是全新的供應鏈的考慮是說 你要重視人權 重視環保 對 重視不是偷竊來的技術 所以這是台灣絕佳的機會 台灣不僅我們在這些自由民主的同盟裡面 我們的經濟發展優良 我們重視人權 法治清明 民主 而且我們的價格是在這些國家裡面 相對是比較低的 而中國他只有價錢比較低 但其他都是相對落後 所以你要考慮就是說 亞利 三 納州在各種成本都這麼高的情況之下 那個台積電設場了 庫克還優先說我要買了 那就代表台灣機會來了 以後就不只是江本求力的年代 以後是打世界盃的年代 而這世界盃是除了中國以外 台灣被包括在自由民主陣營的一部分 先來說為什麼會去美國 其實我們要從源頭講的話 在川普就任前 川普就任前 川普已經是拜登的前任總統 就任前的時候 五角大廈的官員跟高科技的產業裡面 高管裡面談了一件事 就是說要確保晶片的安全 希望大家 希望是直接到美國設場 這是在川普之前 2019年五角大廈就直接認為要點名了 就點了台積電要過去 那為什麼點名台積電 其實二零一八年二零一九年的時候 國防部 美國國防部 有派人來跟台積電 聽取台積電的報告等等 其實某種程度是為了一種安全的考慮性 安全的考慮性 然後為什麼會這麼重要 我們底下就看到說 美國的國防工業大廠 洛克希德馬丁的公司 他們大量採購了F35的晶片 這個晶片是誰設計的 是加州晶片大廠是賽林斯設計的 賽林斯設計的晶片交給誰生產 就是台積電生產 那賽林斯最近在跟台積電談判什麼事情 晶片要從亞利桑那州開始買 也在談判這件事 也在談這件事 對 也在談判這件事 所以你回過頭來記得 美國商務部也是這一次 上機典禮也到的 美國商務部部長講過一件事 美國的軍工產業的晶片 百分之七十是來自於台灣 當然他下面講了一句話 這是一件類似是國安的危險性 百分之七十都來自台灣 然後你要知道台積電的軍用晶片 美國採工軍用晶片不是 不是你要賣就賣 所以國防部 美國國防部是批准 批准台積電的軍用級晶片 他有一個等於國防部類似的認證過程 所以你看到美國F35的晶片藥 你看到NASA 連NASA都要買晶片 他們去土星探測器上面 也是要用到台積電的晶片 那這一戰成名 我們在烏克蘭戰爭看到的標槍飛彈 專門打坦克 這個我們也有買標槍飛彈 標槍飛彈的發射系統裡面 每一具發射系統至少要有250個晶片 所以你就知道軍工產業裡面的晶片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為了確保 為了確保美國軍工產業 不受到外在影響 當然最直接的就是你在美國設廠 我當然就保護你啊 美國我本土啊 這是我安全問題 你來了以後 你不會去受到外外在的干擾因素 比如台積電也有在中國設廠 那中國會不會利用你在設廠裡面去影響你台積電跟美國之間的關係 軍用產片等等 所以避免干擾 所以為什麼其實去的時候軍工產業是一個考慮點 因為美國國防部就是台積電的客戶之一 這很重要啊 對美國來講 而且要知道一件事 他們是高階精密晶片 你譬如說飛彈 你飛彈導引的時候靠晶片跟衛星等等的連線定位的時候 你的晶片是高階晶片 那個精準性 甚至於反干擾反輻射 那種晶片高階性的晶片 你想想看 飛彈沒 飛彈如果沒有高階精準的晶片怎麼打 對俄羅斯就告訴你一個例子 準確度只有六成 各位如果沒有沒有忘記的話 曾經有人說過 如果臺灣不賣給俄羅斯的晶片 俄羅斯的導彈會變沖天袍 對 所以你就知道說那個晶片的重要性 你說以往的戰爭是鋼鐵 現在的戰爭是晶片 因為那種科技作戰 戰場管理都用最新型的科技 這都需要晶片 那你說臺灣掏不掏空 我覺得那件事回過頭來看 我們來看有一些問題 就是說我們近兩年內 到底有多少人來了臺灣投資 那當然我們最近比較關注 這幾天的新聞是艾斯莫爾 艾斯莫爾來臺灣擴大投資的問題 其實艾斯莫爾在臺灣投資 已經不是一天兩天了 他在新竹台中台南桃園 他都有廠 他都有一些廠 那桃園當然是智慧製造中心 你臺南就是一個檢測設備的製造中心 然後在桃園是智慧中心 那最近在林口要擴大到三百億的一個投資 三百億的投資 你看這三百億讓韓國多麼忌妒啊 因為艾斯莫爾也是十一月宣布要在韓國投資 但是在臺灣的投資金額是韓國投資金額的五倍 五倍 五倍 我們地方比較小耶 投資進來他們的五倍 所以你就知道韓國真的有點很吃味 很吃味 就是因為其實這樣講了這麼多 其實他們來臺灣投資到底是為了什麼而來臺灣 因為臺灣有個臺積電 對 最重要就是臺灣有個臺積電 當然艾斯摩爾來臺灣 其實不要認為說艾斯摩爾就賣給機器 我只負責維修啊檢測等等 錯了錯了 艾斯摩爾是跟臺積電長期合作 而且臺積電是艾斯摩爾第一大客戶 他在從中艾斯摩爾要從臺積電學取要學經驗 不是我們跟艾斯摩爾經驗 他的機器出來怎麼用怎麼用 然後如何進入量產的製程 讓艾斯摩爾的機器能夠發揮最大的作用最大的產能 這是艾斯摩爾要跟臺積電共同來學習研究的 他要研究這一個他在把機器賣給別人的時候 告訴他怎麼用這一台機器產的 所以艾斯摩爾為什麼有培育中心什麼都設在臺灣 其實某種程度上 他也是要跟臺積電來學習 學得怎麼利用他們生產機器能夠發揮最大效用 所以艾斯摩爾也要來臺灣領口最近就是有一個三百億的投資 所以你放眼中觀看過去 能夠看到這一些投資能掏空臺灣嗎 如果不是有一個臺積電材料怎麼會來 設備商怎麼會來 這些為什麼都要來這邊 而且投資的未來的技術都是最先進的技術 比如說美光的EGAMMA的DRAM的技術 他都是要援用全世界裡面可能都是最先進 可能是就像我EGAMMA是全世界第一個要導入的 而且美國要協助臺灣的防衛 他們的武器也要臺灣的晶片 當然導彈一顆導彈 精密的導彈大型的導彈一顆導彈要1000 大概要1000PM的晶片各種不同的晶片 還有傳感器我們所謂傳感器就是你在任何東西的時候 你彼此跟你的指揮系統在傳輸所有東西的影像什麼的時候傳感器 那個都是要用到晶片 傳感器什麼也有用F35也要用啊 所以軍工產業的需求 當然台積電區那邊要第一階段第二階段一直擴充到三奈米 有一部分是為了因應五角大廈需求這個是對的 但是所有的廠不是只為了軍工產業 否則庫克也要買 我剛才講的那些廠商也開始在跟台積電談判 我的晶片不要來自於臺灣 我的晶片要直接從亞利桑那州買 所以看得出來不算逃空 我覺得那是一個佈局 而且美國跟我們之間的關係賣給我們武器 當然我們台積電為國家這個防衛犧牲了一點 到那邊去付的成本高一點 我覺得也值得也不需要被講的好像掏空幹什麼的 對啊大家互惠互相嘛